不得不说,这次有点看走眼了,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上,伊朗新总统佩泽西西洋不是怂了,简直是贵了,他接连表态无异于以色列开战,愿意放下武器寻求和平,避免陷入地区全面冲突和大国战略博弈,并希望能和美国重启伊核谈判,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。 而最奇葩的是,佩泽称伊朗从未支持俄罗斯对伊朗的入侵,伊朗希望与西方国家就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,等于是啪啪打俄罗斯的脸,这种反转确实让人大跌眼镜,毕竟之前哈马斯领袖被伺候,很多人就认为伊朗肯定会报复的,没想到不仅没等来报复,反而等来了总统的反水表态,这个确实让人措手不及, 也不得不对佩泽此举背后的深意重新评估,记得佩泽上台之初,大多数分析者认为,这人能量有限,先不起大浪,但当时我就曾分析这是不简单的,他肯定会对伊朗接下来的政策走向产生反向影响, 只不过我没料到佩泽带来的反向力会这么大,原以为我认为他最多能做到掣肘、组织,但现在看上去简直是要玩颠覆,但问题是,佩泽这个总统真的有这么大能量吗? 按道理来说是没有的,别说伊朗的总统只是二把手,上面还有个最高精神领袖,哪怕就是总统是一把手的国家,除非是独裁者,否则总统的权力也是严重受限的, 就像美国,不仅明念上有三权分离撤政,下游选民之约,背后还有深层政府,既得利益集团的管制和约束,这种情况下想对国家既定大政方针,进行大的调整甚至逆转,都是非常困难的, 而佩泽才上任几个月,居然就堂而皇之地公开否定伊朗的重大既定国策,来了一把外交政策大转向,这可能吗?理论上是不可能的, 毕竟重大国策是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共识,不可能轻易逆转,哪怕就是真要逆转,中间的过程也势必漫长且艰难,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到, 而能逆转乾坤的人,也必须是拥有极大权力和声望,这所有的一切,佩泽都不具备,但他偏偏就这么做了,而且是上台几个月就做了,最关键的是做了似乎也没事,那这意味着什么? 意味着佩泽并不是孤军作战,他敢这么玩,不说有哈梅内伊的支持,但至少有他的默许和纵容,只有哈梅内伊罩着,佩泽才有上窜下跳的空间和底气,不然就凭他自己和他那帮改革派兄弟,在现在这个气候环境下这么玩,估计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,那么哈梅内伊为什么会允许佩泽这么搞? 有些人认为经过这一年的搏杀,哈梅内伊耸了,想借机跟美国构合,理论上确实不排除这个可能,但我觉得概率不大,原因很简单,就算哈梅内伊真有美伊构合这个想法,现在的客观环境也不具备,首先中东大环境严重恶化,伊朗想脱身很难,改革派想跟西方构合, 无非就是基于解除制裁,可以拯救国民经济的逻辑,但现在巴以已经打成了一锅粥,离仪也即将开场,这时候且不说以色列不会搭理伊朗的停战诉求,就算以色列答应,伊朗趁机脱身,那这些年精心培育的中东轻衣势力化为乌有,甚至反过来对抛弃他们的伊朗痛恨之志,伊朗将在中东彻底沦为众人唾弃的孤儿, 最关键的是以色列堵截之后,甚至可以对原先的抵抗组织夺舍渗透重组,反过来利用他们对付伊朗,毕竟伊朗是中东唯一具备,威胁以色列能力的本土地缘大国,这次更被其操纵的抵抗武装坑了个惨,所以以色列这一次缓过期来,绝不会允许其安生发展的避除这位隐患,而中东什叶派被伊朗抛弃后,自然会对其恨得咬牙切齿, 在以色列胡萝卜加大棒下,政治立场出现逆反是有可能的,至少也能成为法塔赫这样的伪军,而到时候曾经背信弃义的伊朗就真如为国籍孤儿,只能独自面对以色列,其次国内强硬派和革命卫队不会允许,会引发分裂,改革派是靠亲西方混饭吃的,强硬派和革命卫队是靠反美反乙混饭吃的,双方本来政治基础都不一样, 真和解等于施挖他们的根,而且随着巴以冲突的计划,尤其是礼以冲突的逐渐升级,反以反美对伊朗这个什叶派盟主来说,政治正确成色也大大增加, 这种情况下要是真打都不打就妥协和解,别说这个佩泽了,怕是哈梅内一度压不住强硬派和革命卫队,而且从大事来说,这样做本身也不明智,毕竟跟美国妥协和解,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, 以前改革派的清西方之所以能有市场,那是建立在美以战优势的格局下,确实打不过,所以不如妥协求个和平, 但现在什么形势,这一轮以色列是真有可能被耗死的,美帝中东霸权瓦解的概率也很大,这种情况下与其求和,不如一劳永逸,将他们弄垮, 这样以后再也不用看美以颜色,受他们的气了,这才是正常的逻辑,以上是站在伊朗角度来说的,站在美以角度,伊朗现在搞这一出也不是时候, 以色列就不说了,他是非要拉着美帝下场不可的,美国那边现在马上就要大选了,谁有功夫理会这事,就算民主党政府理你,两个月后谁当选都还不知道呢, 如果最终结果是特朗普王者归来,可别忘了,当初伊核协议就是他亲手撕毁的,那你佩泽今天卑躬屈膝,除了丢人,让盟友寒心之外,又有什么意义? 总而言之,佩泽现在搞的这套政治主张,完全脱离实际,那问题就来了,既然脱离实际,为什么还能由着他一个弱势总统到处折腾? 哈梅内衣为什么默许?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伊朗想玩鸡贼,按照正常剧本,在这场全球反霸斗争中,伊朗是中东板块的主力军,在跟美以的较量中,他应该起到主要作用。 这也是很正常的,你伊朗是中东第一敌人大国,也是中东受美国制裁最狠的国家,相应的,如果破除美以中东霸权,伊朗也是最直接,也是最大的受益者。 但问题是真当这个历史机遇摆到眼前时,伊朗又遇到了多年来困扰自己的老问题,实力不足恐惧症,当下的中东环境和国际环境,决定了伊朗其实并没有跟美国构合的战略空间。 但伊朗对自身实力的信心缺乏,以及内部的政治分裂,又导致他不敢现在就打,所以伊朗就选择了鸡贼,用佩泽这帮亲美改革派来拖延时间,而佩泽这帮亲美改革派,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最后机会。 所以连美国大选尘埃落定都等不及,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机会,向美西方求和,而站在哈梅内伊的角度,佩泽舔得越狠,姿态越卑微。 失败以后重新凝聚人心的效果就越好,这就是佩泽这个极端弱势的亲美派总统,突然反水的逻辑,本质上这不是伊朗反水,因为佩泽其实代表不了伊朗,更代表不了掌握国家命脉的革命卫队,本质上这是一种鸡贼。 哈梅内伊他们用亲美改革派来拖延时间,并在未来要政策反转时,作为肖敏外部什叶派反义势力,以及本国激愤民众怒火的替罪羊。 而现在的形势下,亲美派也别无选择,明知是套也只能往里钻,希望抓住这根最后稻草,争取到美帝赏赐的和平,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基础。 双方各取所需,最终上演了这样一场反水大戏,外面的实业派武装,则在此过程中,不得不继续独自跟以色列抗争,直到伊朗觉得消耗得差不多了,时机成熟了,才能迎来自己心心念念的救兵,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。